好 来 15号 关帅 我想问一下就是 那一百块钱一月那咋花呀 因为我要是白白的话 我早上只需要三块钱 我今天一天就不用花钱了 因为晚上都在单位吃 四点半吃完 我回家就什么都不吃 那要是你家那边 要是结婚彩礼这方面 我只打算就是要五六万块钱 就走个行事 让家里放行那种 那我就多问一句 因为各个地方的习俗不一样 你那边给完彩礼往回拿回 但是得过几年呢 不能说你刚跟你交往 你就得拿回家 可能咱们地方离一远 就是我家那边的彩礼是啥呢 因为老张家老李家打个比方 他们都有姑娘 老张就会跟老李家比 说他家姑娘价值20万 他家姑娘5万 都当面给嘛 就是婚礼上当面给 不过都还回去 就是当时走个个程都还回去 应该是哪的呀 这几年那大好钱呢 这挺好 排列得有 但是过后您得给我拿回来 要不你说我给你拿五万都行 我现在是没有 我从来接你回来 不咱俩一块儿还吗 我感觉那几万块钱 人家给你拿回来 你还好意思要吗 不是 这个东西吧 我是咋认为呢 可能说别人对我有偏见 我认为结婚彩礼这个事 就是两个人出道感情出道位了 如果换作懂事的家长 他不会要钱 只要你跟我姑娘幸福 车房有就可以了 那你说如果抬杠的话 那你姑娘你嫁我了 你跟我要五万五千 我给你 那你别回去了呗 你就是属于卖我呗 不够出去的水 你连盆都不能要了 这要这么抬杠 我估计你这对象挺难找啊 因为各个方面 各个方面的习俗 我就了解一句 但是你是觉得 其实彩礼 实话是说 彩礼对于男孩来说 确实是一个挺大的压力 对不对 对 因为你要的东西 我都可以给你 要车有车 要房咱有房 对不 你要生活 咱啥都有 啥不学 不训知 不训穿 但是你要那个钱 我估计可以给你拿 但是你给我拿回来 我是这么认为 这是关帅的 你每回上场 就在那卡一下了 我心脏都不好 那会儿有个点 我心里定一下 在燕姐 我提前吧 我说两个事 第一呢 我是 我比较愿意看细节 我为啥上来了 我不是说嘚瑟啥的 我认为她的移动人 在这一旁 因为我注重细节 她瞅眼这边 写的那个移动人 然后她又瞄眼这头 一直不让他们发现 所以写上了 我比较看动细节 我感觉在我 这边 在你这边跟在你这 它还是有区别的 但是我感觉我有这气质 气质是吧 那你挺气的 刚才我下台的时候 你这狗都瞅我一样 姑娘会唱啥 远走高飞吧 那我就陪你飞吧 来吧 但是这歌我不长熟 但是我愿意陪你唱 这首歌你觉得应该献给谁呢 献给我老丈夫娘吧 对老丈母娘说两句 我跟你说 你就从姑娘出场 从打我说那一万块钱 然后就开始老丈母娘 老丈母娘 我总觉得你目的特别不单纯 绝对不是因为钱 绝对不是 我的人要不然 要不然你就让我妈当干妈得了 那不行啊 为啥 我喜欢她这个人 你喜欢她啥 我还没说话呢 你有气质啊 那好吧 好吧 远走高飞是吧 对 送给谁 送给我 未来的老丈母娘 你让你老丈母娘远走高飞啊 不是 这个是她女儿选的歌 所以我得陪着 我应该陪着 就是飞得更高是吗 行 你先来我先来 你先来吧 要不我找不着调 那行吧 我一路攀过千山河万水 我的脚特别千南河地北 日晒或是风吹 我都无所谓 路边那段蔷薇 鲜红的纯粹 如果有着风 酒飞 此完成世界 有多美 任着风勇敢追 便去领会 自我几位 如果还有风 酒飞 唱完了 你容易给她 容易给她听吐了 这哪是跟我合唱 这是谁烈架要出来唱歌的 她都把她调了人来 你说 她就没想过 我举起麦克风她就唱 完了她就这样 麦麦麦克风 我举起麦克风 我觉得你找不着调 我觉得你找不着歌词 所以说我带着你 但是你应该跟我一起唱 对呀 你是应该跟你讲 你往哪带 你往哪带我呀 你厉害你带我呀 对你带 我也没说我厉害 我就想下来陪你唱首歌 先整齐呢 你你再试试 就没有没有没有 音乐音乐停止 让她清唱带 对观摄必须得清唱 你带她 你就会你带她 来 来两句来 我还跟点 对别跟点 我一路看过 天山河晚 天山河晚睡 我的脚踏边 天南河地北 日晒或是风吹 我 都无所谓 你你 唱个 你这点不能切了吗 他什么 不能切了 就是 啥歌我都能 这都这样 个性的 你换个歌 让我听见你别的歌 38度6 抱着全力走 拥抱这片绿洲 那热烈的温柔 我放弃整个森林留下 渐远和哀愁 想初见你眼眸 时间停止倒流 我燃烧的一周外渡笑 38度6 唱的挺好 挺好是吧 我现在终于知道 因为那短片里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那个手机上她唱歌的时候 下面有网友留言 唱的比以前好多了 然后我刚才她这么主动 说她出来唱啊 我就在怀疑 我就在想 我说这姑娘到底唱啥样 哎呀 她合作愉不愉快 挺愉快 是我喜欢的类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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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